而花莲县同步响应全国首度推办的全国课语日还有光复乡 在乡长林清水以及光复课署会率对下 各个社区社团协会以及学校学生 身穿花布等客家元素的服饰游行 沿路推广大家勇敢说客家话 现场气氛热烈 透过镜头我们一起来学习客家话 在乡长林清水光复课署会长彭达喜等地方机关首长社团干部的带队下 响应参加1228订定全国课语日的采接游行人龙 沿着市区大街小巷扫街 并且在光复消防队就职路口展开采接表演场面浩大 作词文字幕中文字幕志愿者 可乐 大家说客家话现场也吹奏客家巴音鼓调 除了社区社团 各级学校也配合本土语言教育的推广 踊跃参与 带领学生说客家话 展现母语附正教育的成果 光复客室会会长彭达喜 在整个采接游行队伍回到活动主场地 致此期盼与乡公所合作 共推辅导客家话认证工作 也获得乡公所的肯定 乡长林清水支持认同 也表示推广光复乡多元族群文化母语语言附正 为公所团队现阶段最重要的施政工作 非常感谢中央的客委会 慢慢重视我们客家的文化 所以我们正在改个计划叫客家文艺复兴 这个计划大概有四年的计划 我们希望这个计划如果通过之后 我们后面四年的客家文化 文化也好 活动也好 这些建设也好 都可以来有所发展 有所来建设 光复乡人口多元族群 以原住民人口为主之外 乡内客家人也有超过2000人左右 对于母语的附赠与传承 部分族群也都高度重视 这次全国首度定定1228的全国客语日 除了客家本籍 闽南外省与原住民族也都共享盛举 部分族群认同自己是光复乡 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导 组设计则 余兰光复举 李宗蒙